水溫方面大家要注意 水溫不要高於39度 39度是正常水溫 如果我們洗澡的時候 太高溫皮膚都會覺得乾燥和痕癢 頭皮環要比皮膚薄 所以39度就差不多了 手勢我們要注意一下 如果我們的指甲太長 很容易令頭皮受損 等於皮膚在同一個位置 長期磨擦它 用高力度或高頻率 都會很容易變紅 而頭皮是看不到的 如果用這麼尖銳的指甲去扭 頭皮會很容易產生過敏 甚至有頭瘡 或頭皮蝕都會這樣產生而來 很多朋友都用錯了 一些洗頭水和護髮素的方法 令頭髮很容易很黏 或者想要的效果偏偏做不到 為什麼呢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洗頭是有分兩個區別 第一個區別 我們在頭皮的位置 要做到乾爽清潔蓬鬆防脫髮 我們在髮尾的位置 我們想做到油筍、易梳、水分 亦都可以給予它很漂亮的輕盈感 甚至彈性 所以大家要設計 在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要用的護髮產品 絕對是兩科 如果冬天好趕 想快點洗澡 而又忽略了節奏感 就是你很快地洗澡 誰知你的護髮素、焗油 就停留在你的頸或背脊上 那些粒粒就這樣了 你想沒有那些粒粒的話 麻煩你洗澡完護髮素、焗油的時間 我們用髮夾或夾起來 然後我們就像洗澡流程一樣 再在背脊和頸裡繞多一兩個圈 用水淨化 再沖走你 殘留在你頸和背脊的護髮產品 你的皮膚就會好很多 減少起粒粒 沖水一定要有耐性 而且沖得乾淨 夠久 如果你想頭髮多一點 放鬆一點 護髮素千萬不要在髮根和頭皮上 冬天是很需要滋潤的 頭髮比較乾粗一點 容易打結 我建議大家用多一點護髮素或治療 設計我們都要把頭頂的位置刪除 我們只要把頭髮分兩區 塗在髮尾的位置 這樣就夠順滑了 去到冬天的時候 髮尾乾燥得很嚴重 開叉就像跟著你一樣 那有什麼方法呢 一定要記住 吹頭的時候 白分白吹乾它 塗足夠的髮尾油 還有髮尾修 如果你又好像沖水般要沖 吹頭也是秒吹的話 很快吹完又還沒乾 那你乾濕頭髮摩擦 頭髮就很容易打擊 然後開叉 你在家願意把護髮素焗油 真的等到5至10分鐘 你的髮尾都會慢慢改善 還有千萬不要忘記 當你開完風筒 加熱 頭髮熱 之後麻煩放一些 Home Care或髮尾油 把表層收起來 令它更順滑 趁它有少少熱熱的時候 都可以很吸收 很快很快吹乾頭髮 就調到很熱 這個是沒問題的 但不要只在頭皮上 長期定住在同一個位置 就會令到頭皮在局部地區 產生過熱 亦都會容易產生頭皮蝕 因為當頭髮缺水的時候 跟皮膚一樣 缺水除了會出油之外 也會容易脫皮 都可以的 我覺得是必要時才用 不要太依賴它 不需要每天都用它 如果每天都用它 都不要噴超過一至兩次 因為太多的物料 殘留在頭皮 都會影響了它的健康成長 冬天我很想穿一些大褲 外套或頸巾 一穿完之後 為何頭髮那麼乾 簡直是起了冰箱 因為我想說 在這些情況下 我們可以放下頭髮 先塗好髮尾或修護 甚至我們可以在 一些厚物料的衣服 或是頸巾裏面 包條比較薄滑的Scarp 令它減低磨擦 靜電 頭髮也不容易 因為這樣而乾 或產生了一些多餘的磨擦 不容易斷和開刷 隨身攜帶一些護髮的小瓶妝 可以將自己用開的髮尾油 或是Home Care都帶著 正等於冬天 很多人都喜歡 帶著一支潤唇膏在身上 你覺得乾 隨時隨地 都可以再給頭髮 去補充營養和水分 減少磨擦打擊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